泰鲁阁族 泰鲁阁族最早起源于台湾南投地区 传说与赛德克族和泰亚族有共同的祖先 三族之间也有许多类似的文化习俗和神话传说 例如三族都有文面的习俗 你都相信世界上存在一座彩虹桥 只有真正的勇士和善于织布的妇女 死后灵魂才可以通过那座彩虹桥与祖林一起在天上生活 德克这句话在泰鲁阁族语的意思正是 山腰的平台 可居住之地 而我们所知道的泰鲁阁国家公园 也吸引泰鲁阁族而得名 文面在泰鲁阁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是最具特色的身体装饰 泰鲁阁族的男性被要求成为一名强壮的猎人 在泰鲁阁族只有列过敌人头颅的男性才可以文面 也才有资格成家立业 而女性必须要学会织布才有资格文面 不过泰鲁阁族的文面文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遭到禁止 因而重到文面的风俗习惯 在泰鲁阁族人的部落里 族人会共同推举一位聪明正直的男性担任头目 而头目与其他干部除了必须负担领导族人的责任外 并无其他权利 唯有的特权 只是在大家举行庆典的时候一定会受到邀请 与许多原住民族群一样 泰鲁阁族也有自己的成统庆典 称为祖灵祭 在每年七月小米奢成后 泰鲁阁族便会举办祖灵祭 全族男子会到祭典现场 手拿着茶友小米糕 农作物 酒等的竹子 由长老护请祖灵前来赏用 以感谢祖灵这一年对族群的保佑 泰鲁阁族与泰亚族塞德克族一样 都有听鸟声占卜的习俗 传说在远古时代 地面与天空很接近 太阳晒死了很多座物 人们苦不开言 族人想恳求鸟儿飞上天 请天神将天空落高 可是没有一只鸟儿愿意冒险 这是勇敢的西里克鸟 不顾本烈焰烧死的危险 牺牲生命 告诉天神人们的心愿 终于让族人得以生存下去 此后 泰鲁阁族便将西里克鸟视为神鸟 做任何事情前 都会听取西里克鸟的叫声决定 也就变成后来族人们鸟捕收集的习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